我们看第18单元 郭教授基础教材的第33课 祈愿语气 还有迂说法的时态 祈愿语气 Optative Mood 是除了我们提到的命令语气 假设语气之外 第三种语气 就是直说法之外的第三种语气 祈愿顾名思义 它就是比命令要更缓和 更客气了 只是代表一种愿望 不过这在新约出现的次数并不多 所以我们直接自行的部分就不看了 我们直接看它的用法意义 表示愿望 比如说路加福音一章38节 情愿 我们合本好像还多了一个 情愿按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所以它不是一个命令 只是代表愿望 那么祈愿如果跟这个on结合的话 表示可能 有时候是代表间接的疑问 就是它正在想 这个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比较含蓄的一种疑问 意思就是它在质疑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第四个可能性就是代表有条件 假使存在的话 这些都反而 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比命令更含蓄 更客气的一种愿望的表达 第二大项 愿说法英文是periphrastic tenses 简单的说就是所谓愿说就是迂回的说法 比如说如果本来应该就是一个不完成 那它不直接用一个动词的不完成 而是用emmy再加上这个就是emmy的过去不完成 再加上一个现在分词 那用这个方式来代表 来表达这个过去不完成 那么这是一个迂回的说法 好 这个我们以后看到实际的例子 可能就会很明显了 好 所以这些 不管是过去完成 过去不完成 或者是未来 都 就是都可以 两种表达方式 好像这边也是 从今以后你将要继续 这个得人了 好 aportunus 从现在开始 anthropus 是直接授格复数的人 那 就一个弱 是要得到人 我们看路加福音五章十节 aportunus anthropus exe 就一个弱 它原来的字典形式 走个rail 就是捕鱼 生情 捕获一个猎物 所以得鱼 那个渔夫打到鱼 或者猎人打到他的猎物 都可以用这个字 那么 essay 是未来的 是emmy的未来式 所以它不是用 这个 zogreo的未来式 而是用emmy的未来式 再加上 zogreo的 这个现代分词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 迂回的表达方式 好 这是33课 好 现在介绍34课 前置词 前置词在第10课 已经介绍过了 这边是一个 再是一个总 大概的整理 好 这边说 这些介绍词后面 一定要取一个固定的格 有时候只取一个格 有些介绍词可以取两个格 有些介绍词甚至可以取三个格 但取不同的格 这个介绍词的意义 也会跟着有所不同 好 这边是一个 大概的概念的介绍 如果说 这个 希腊文的直接受格 通常 是有这种动作 一直延伸到某个空间 比如说plus 或者是as 后面它都是接直接受格 那它的意思呢 也都是这个动作是往前的 一直到另外一个目标为止 那如果说介绍词它后面接着是所有格的话呢 通常是有这个代表从什么地方出发 或者是某个时间或者空间的一部分 好 其他的我不详细每个念了 如果是间接受格呢 通常是代表七句或者静止的位置或者时间 好 接下去它就是 比较 做一个整理 如果只取直接受格的 有哪些介绍词呢 ana跟as 只取所有格的话呢 有下面这些 那只取直接受格的 它就帮我们整理好了 那么 有些是取两个格的 就是 直接受格或者所有格 比如说 dia 或者kata 或者meta 我稍微再多讲一点 迪亚这个介绍词 因为它有一些神学上的一些重要性 我们看一段经文 罗马书 三章二十七节 好 我们用心旺爱的这个翻译 它跟和本不完全一样 可是我想应该也可以让我们 对这个回忆一下和本 大概是怎么说的 哪里能夸口呢 已经被除去了 借着哪种方法呢 用功德吗 不是 而是借着性的原则 好 那你是不是有印象 或者你可以翻你手边的和本 借着和法没有的呢 我记得和本是这样翻译的 而且好像不是用借着 是用和法没有的呢 用立功之法吗 不 是用性主之法 上那个主和本应该是有打点的 好 所以我们看看原文到底怎么说的呢 还没有看之前 首先 我们看迪亚这个字 通过 好 那事实上 严格来说 这个通过只是 这个所有格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通过 或者是借着 如果我们看前面第十课 的这个借习词 那个图表 这个借着 是 比如说Pros 是 到这个物体的面前 A是进入这个物体 N是在这个物体里面 X 从这个物体出来 Apo 是从在这个物体边缘 不是在里面 是从它的外缘出来 离开 好 可是DR呢 是 从这一端进去 通过它 然后再到另外一端 所以若从 我们这个物理世界来看 它是有这个意思 那可以延伸说 借 借有哪一条道路 比如说 我 住在龙潭 我要去 我要去台北 或者我要去新竹 我可以 比如说好了 我要去竹东好了 我要去竹东 我经过 另外一端会经过 比如说关西 好 可是 关西再往下走 也许我会 我要不要经过横山 还是走另外一条路 也许有很多路可以选择 好 那我要经过 取道 取哪一条路走 那英文是through 就是借着通过 好 所以在物理世界上 有这个含义 所以把它延伸到我们的 这个思想层面的话 就是 借由 我借着这个方法 那也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 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 借着哪一种方法呢 好 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之后 我们再来看 好 这个前面我就很快跳过去 who是何处 where 就英文来说where un 是因此 所以 好 就是有些连接词在希腊文 它是 它的位置需要放在 不能放在它那个句子里面的第一个字 要放在第二个字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吧 就是 规矩就是这样 好 所以 如果按照英文来说的话 应该是 他是therefore 所以因此 那何处 哪里有 he kauhesis kauhesis 哪里还有夸口呢 因为我们如果看前后文就可以知道 保罗所前面所说的 那我们照这边的结论就是 没有可以夸口的 好 execlaste 都被排除了 这是一个被动 除掉 那现在是被除掉 被排除了 藉者 藉者 迪亚 poiw nom 藉者 什么 poios 也是另外一个疑问代名词 藉者 什么 或者应该说 虽然是疑问代名词 这边其实也有一问形容词的这个 这个角色在里面 藉者 什么 nom nom 它的原来形容是nomos 律法也是这个字 可是这个字 它不只 除了律法之外 它更基本的意思是原则 所以其实罗亚书八章三节 那个生命和圣灵的律 也是 也是nomos这个字 所以 就这 一般的律 规则 原则 那如果 特别指的是 上帝给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的生活 可能和信仰上的一些原则 那就是 我们所谓的律法了 好 那这边意思 藉者 到这边就开始出现 藉者 为什么能够说藉者呢 因为它后面是接所有格 所以接 这边看到这两个都是所有格 如果这边 出现的不是所有格 而是 直接受格 那么 照着我们刚刚所看的 这个迪亚 如果接直接受格 就是因为 而就不是借着 你说这个 这个差别很大吗 我等一下举一个例子 看你 听了之后 你会不会感觉 其实是 这个差别 虽然也许有点细微 可是也是很重要的 好 我先把这一个 这一 这一节经文 我继续很快把它讲完 迪亚 poe 借着什么样的原则呢 统 而公 是 借着 律法 借着工作的原则吗 我们合本说 用 用 它不是用借着 不过 这边的意思应该 用跟借着应该是很像 就是 我有很多手段 很多方法 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是借着什么方法呢 好 借着 这个 ergon pongergon 借着工作的原则吗 uhi 不是的 阿拉 阿拉 迪亚 诺 而是 阿拉 是 但是 一个转结词 英文的but 而是 借着 迪亚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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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用立功之法吗 不是 乃是用 信主之法 因为这边的信 当然这个 这个 和尔本的意思就认为 这指的其实是 当然对象一定是主嘛 所以 他为了把它翻译的更清楚一点 所以他把这个主加上去 那我举这个例子要说明什么呢 我们通常都会说 因信称义 罗马书 或者说宗教改革之后 特别强调的是 因信称义 可事实上 这个因信称义 你看他的原文 如果你 以后我们还会继续的看 我这边只是因为要介绍 迪亚稍微先 事先提前来讲 因为那因信称义 如果你看他对应的 英文的翻译 通常他都 不是用 because of 这个face 而是说 throughface 借着 所以应该来说 我们和尔本 翻译成 因信称义 可能是 就是 也许也要考虑到 朗读的时候 比较容易 让人 读得比较通顺 因信称义 可能这个 一阳顿挫 比 借信称义 会容易读 可是 可是我个人觉得 因信称义 如果你严格来说 因为信心而称义 那么 会不会把这个信心的角色 看得太高了一点 好像因为有代表一种 好像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因为相信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这样子来做类比 如果今天我掉到水里面去了 我大喊救命 然后岸上有一个人 然后他 他也叫救我 他其实有 好几种可能性的方式来救 他可以 丢一根绳子 或者拿一根竹竿 或他自己跳下来 或者抛一个救生圈 或者他也就有其他的办法 总而言之 他这个选择的一个办法 就是 比如说他抛了一根绳子 然后我也接到了 好 最后把我拉上岸来了 那上岸之后 我会说 我是因为这根绳子被救的吗 或者他救我 就是绳子在这件事情上 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我想比较切切的说法 应该是 我借着这根绳子被救了 那个人他是用了绳子 他用那个方法是绳子 然后把我救起来 如果说我把他稍微 把这个绳子的角色要抬高到说 我是因为这个绳子才得救的 那我想我们应该会觉得 有点失去 失去原来这幅图画的含义了 那么同样的 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因为 我们的信心称义 是否也会让我们过度的看重信心的角色 而没有 而反而不知不觉的把信心扛 看成是另外一种功德了呢 好 我得救 因为信心 所以呢 信心也扮演一个角色 好 这就是我说的 迪亚这个字 他 在神学上 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地方 常常也带着一些神学上的含义 而且是跟我们实际上 在信仰上 生活上 其实都产生很大的关联的 那也许你会说 那圣经上是不是有出现 真的是迪亚 刚刚 就是 信心 可是呢 不是这个所有格 而是直接受格 也就是刚刚我们所看到的 如果迪亚 Peace Tales 是借着信心 那么迪亚 Peace Team 就是因位信心咯 那我们圣经有没有出现过 迪亚Peace Team 如果保罗有说过 迪亚Peace Team 那 那也许我们就 必须要承认 保罗的心目中 信心的角色 地位确实有这么高啊 它是一个 但代表一个因位 代表一个蛮关键的因素了 不过有人查考过 并没有 就是保罗他 实际上应该说 不只是保罗 就是新约圣经里面 每一个地方出现 我们所谓的因性称义 这样子的经文 实际上去查原文 每一次出现的都是迪亚 接所有格的Peace Tales 所以 如果保罗他不是很看重这个 那我想 他也许会觉得 可以互相混淆的用 可是 因性称义这样的字 在新约里面出现很多次 可是呢 没有一次是用迪亚Peace Team 所以让我觉得 很可能保罗也很在意 不要把这个混淆了 而特地的都很小心的 不用迪亚Peace Team 而一直都是用 迪亚Peace Tales 这个最早是 J.I.Paker在 一本Baker's Dictionary of Theology 里面所提到的 好 所以这个是迪亚 他的 在这个介细词的用法 表现在圣经里面 会产生刚刚所说的 有一个 我觉得蛮重要的 一个神学上的含义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下一个段落 就是 有些介细词 事实上 他可以同时取三个格 就是直接授格 所有格 进阶授格 都可以 都可以接在他后面 但只差组格 但我们知道 这介细词 应该不可能 后面还接组格 一定是接 有这个 具有授词含义的 所以所有格 接在后面 这个它本身 已经不是所有的意思了 它应该有另外的意思了 只是我们习惯上 我们称它是所有格 事实上它 你可以把它看成 就是 就英文来说 这个所有格 它其实也是 这个介细词的授词了 好 所以 EPI 或者PARA 它都有这些现象 那我们之前 其实提过了 那我们这边 只是一个整理 那事实上 即使PROs都有 可是还是要说 这个PROs 在用所有格 是在新约里面 是很罕用的 那最常见的 还是PROs 直接直接授格 到了一个物体的前面 到了一个人的面前 或者到一个房子 好像到了门口 并没有进去 那间接授格 其实也是很少看到 通常最常看得到 就是PROs 后面接直接授格 就有一些文法书 教科书 直接就说PROs 后面直接直接授格 后面这两个都不提了 好 那这个情字词 也可以跟一些动词 结合成为一个复合动词 这边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 DR跟这个erhomai 那么连在一起 这个DR的R 跟erhomai的 Epsilon 合并的时候 这个 这一词的这个alpha 就不见了 然后这边 theerhomai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等于有 这个DR加上erhomai的含义 并在一起 成为这个 theerhomai 或者是 acerhomai 那也是这个as 跟erhomai连在一起 产生的一个复合字 那都含有 这一词本来的意思了 就是我走进去 或者是我走经过 这是这一类 可有一些 这样子的组合之后 这个前一字词的意思也改变了 好 这边有很多 不过上 这边只是一个整理 我们就不详细的讲了 那他说 还有一些时候 像aportia 卡塔训 这些前一字词 好 有时候 跟动词结合之后 损失其空间的含义 而表示这个动作 充分完成 好 所以 比如说 Cartano是杀 那aportia 有点是 这个充分 就表示说 有点加强的含义了 就是杀的 很彻底的杀 好 这里面 我们以后 实际上看到例子 我们再来讲 我想会比现在 讲好 所以我们 只是有一个概念 稍微介绍 这个阶级词 也可以跟动词连在一起 成为一个复合动词 好 这是三四课 我们讲到这边 好 补充说明一下 第三四课的习题 非常的多 总有八十多题 他 提到说 这边 八 这个 三四课里面的单字呢 就有很多 并没有出现在 这本书的生字集的 所以他说 要请读者开始 用一本字典来查 每个字的意思 事实上这86题 其实大部分 应该几乎每个吧 都是取自于圣经的 也许 顾教授有稍微做一点修改 或者也许是 五十年前的圣经 那个版本 他从财务到抄本 跟今天的 所通行的不太一样 总而言之 如果你跟圣经 你手边的圣经 希腊文圣经对照 也许或多 或者有一些出入 不过 如果你真的仔细做 你应该也很快 就体会到 或者回想到 这些是跟 自从圣经 某一个经句里面 出来的 这也是 很多文法书 采用习题 大概 一些文法书 觉得 就是尽量 早一点用经文 可是有一些文法书 认为 不要那么快用经文 我觉得各有各的道理 像梅辰 他就特意的 在一开始 都是用一些 很人工的句子 比如这个先知 拿了一本书 给这位使徒的儿子 就是让我们觉得 这个并没有什么 特别的意思 甚至有时候 连这个句子 好像都不太合理的 这个使徒看见国度 然后教会听到 什么日子 就是有时候 你会觉得 他纯粹只是一个练习而已 他并没有什么 实质的含义 但这是不同的取向 因为梅辰师认为 特地要这样子 免得如果用了经文 让大家可能一个句子 看到前面三四个字 就已经猜到 是后面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原来要做的 希腊文的这些练习 这些功夫 就很快的 就因为我们的印象太深刻 后面直接就不需要翻译 就跑出来了 那这个就丧失了 我们做习题的 真正的用意了 那像孟文斯 他就是采用 比较尽量采用经文 可是但是他也是有 体会到 刚刚梅辰所担心的这件事 所以他很多地方 用的是 其实是一本 用旧约的经文 是大家都比较不熟悉的 或者甚至是 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 是一些 比如说使徒信经 总而言之 他用的是 尽量避免让人 读到前面两三个字 就已经猜得到 后面是什么了 而丧失了 我们纯粹做练习的 这种操练的功夫 所以各有不同 那郭教授这一本 也是到很后面 才更多出现 这个经文的例子 作为习题 但到了这个 这也是倒数第二课了 那这个就变得是非常多 86题 所以这个 如果没有兴趣 做习题的话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让你会觉得 读这个做的习题 学了希腊文 到了差不多 20个单元之后 已经对于很多经文 我们也可以大概知道 原文是怎么说了 好 这个是第34课的 一点补充